高招一阶段志愿填报将于今晚结束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提醒 考生一定要注意志愿提交和截止的时间 此外 志愿信息必须由考生本人亲笔签字确认方可生效 今年我省高招第一阶段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为7月2号的24点 确认的截止时间为7月4号的17点 考生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到当地招办指定的报名点确认自己的志愿 一经确认任何人不得更改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 今年高招有244所院校的校名或办学性质发生了改变 考生务必要以2012年江苏招生考试招生计划专刊公布的院校代码和院校名称为准 另据了解 今年我省将继续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 学制分为五年制本科和三年制专科 全部为乡镇卫生院及以下的医疗卫生机构定向培养 此外 还首次开展定向培养执招海军士官试炼工作 定向培养执招士官学制三年 毕业后取得大专学历